你有用过三星手机吗 没有的话给你介绍一下三星经典的S系列新品 Galaxy S20 S20 Plus S20 Ultra 那5G呢已经是标配了 为了让咱们有更多的选择 这个中杯大杯超大杯少不了 而这个刀法呢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依然是很管用的 但是要怎么选 我举个例子 摆在我面前呢这三杯奶茶 中杯的配方标准容量奶茶 标准汤加冰 好像少了点什么 大杯呢 容量更大 能够喝到更多的奶茶 标准汤加料蒸箔烟走一个 哎加冰猛吸一口 那幸福感真的是不多不少 刚刚好超大杯容量更更大 标准汤除了蒸箔烟呢 我还要加这个燕麦加红豆 吸一口两口三口 好饱 但是呢这一杯下去啊 可能是比你正常一天吃的饭量还要多得多 不胖才怪呢 这个上厕所的频率好像也多了一点啊 奶茶店给了我各种加料的选项 也同样给了减配优化的选择 那就像屏幕都能够自产自销的三星 给了曲面屏做了个微整形 带来了微曲面屏 不做这么弯了 讲真的这个弧度呢 我反而觉得是很舒服的 不搁手不误触 哎等一下 这后置的排列方式做了很大的改动哦 论这个麻将啊 你是更加喜欢一万呢 还是六口呢 那习惯了小屏的我啊 觉得中杯的握持手感和屏幕是刚刚好的 6.3英寸整体边框窄 拿惯了iPhone XS 这一对比呢 哎非常渴哦 163克轻薄的机身 竟然让我在体验它的这段时间里面 非常的愉怨 大杯186克 也没有上200 更大的6.7英寸的屏幕 那虽然没有猛男粉 可是如果你买手机都习惯的 换各种有意思的手机壳 背面原本是啥颜色 重要吗 不重要吗 超大杯这个size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以有 但是没必要 重呢 是真的重 电池啊 已经去到了5000毫安时了 大也是真的大 屏幕6.9英寸摆在这了 关键呢 是你对这一亿像素和一百倍变焦 有概念吗 咱们普通人打开手机相机 是干什么呢 扫我为马呀 那相册里面最多的是日常的生活碎片 你说我会有很多的自拍照吗 其实好像也没有很多 照片呢可以没有构图 也可以没有想法 视频你也可以不用花很多的心思去构思 抓住瞬间的事物少一些遗憾 那流浪相册的时候 当你发现记录了很多只有自己知道的珍贵瞬间 嗨大家好 那这个视频的话呢 是一个记录的Vlog 想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搬进的这个工作室 现在改造成什么样子了 先给我看一下这个右手边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还没有开始布置的一个还很空的一个地方 我只装了一个窗帘 然后你进来之后你会听到这个声音会有回音 有没有感觉 现在的话呢可能还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我们一会到了隔壁 再听一下这个声音的话呢应该会蛮明显的 就你们可以听到现在新一年还没有贴上墙呢 其实这个回音的感觉已经减少很多了有没有 那我这一次录的这个简单的介绍房间呢 就是全程用这个三星S20 Plus来录制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防抖啊还有画质怎么样呢 如果觉得OK的话呢扣个1让我看到你们呢 这大概就是用手机拍摄的1了 OK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了 我是小凡 等一下 你点赞了吗 没点 放学别走